随着香港疫情放缓,特区政府逐步放宽入境检疫举措,自实施检疫措施0加3后,香港的入境人数有所上升。 近期,航空公司及大型游乐园纷纷举办招聘会,希望招揽更多服务业、旅游业人才。 10月14日,中心社记者在香港迪士尼举行的大型招聘会上看到,不少人带着简历前来应聘。 据了解,这次招聘会提供600个职位,当中包括乐园运营、商品销售、餐饮服务、酒店管理、娱乐事务、保安服务、技术员等职位。 前来应聘香港迪士尼酒店服务工作的黄小姐说,她曾在迪士尼工作过8年,但在3年前因为身体原因辞职。 这次是香港迪士尼时隔3年举行的招聘会,她希望抓住机会,再次加入这个大家庭。 之前我一直都是在乐园里面的工作,现在希望在酒店里面可以带给一份客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香港有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是不同国家都来不倒。 就是疫情慢慢好转,所以有一个很大型的交病,所以真的我们希望就是大家都人人有公开。 有20年游乐场器械维护经验的Billy表示,疫情期间旅游业受到冲击,香港很多小型游乐场都关停了, 自己也一度转行,这次看到大型招聘会便来应聘,希望重新加入这个行业。 主要是这几年外边的一些小的游乐场,很多都做不起来了,倒闭了也有。 政府的限制放宽应该可以浮清起来的,所以就是想重新加入这个行业。 来自美国的劳拉是一个迪士尼的超级粉丝,她希望自己能在游乐场为游客创造神奇的体验,也期待有更多人来香港旅游。 I'm very excited to be applying for the entertainment host position at Hong Kong Disneyland. I've actually always wanted to work at Disney, I'm a huge fan. I love the positiv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to create that magical experience for guests every day. Now I think we have a really strong chance of Hong Kong's tourism bouncing back. Now that people from, like my family from the U.S., they can now come back to Hong Kong and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quarantine. So I think, you know,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 hopefully more people come and visit Hong Kong.